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倒數56天 川普的連任戰爭 今天公開宣言 一方面他講拜登是中國的傀儡 另外一方面不惜美國經濟 跟中國全面脫鉤 那這裡頭有第一階段的相關的脫鉤的政策 然後環球時報同一時間也追蹤探討 為什麼全世界都是中國的敵人 中國四面楚歌的同時 外界關心今天傳出印度開火的消息 事實上印度今天還試射成功極音速導彈 使得印度加入全球的 這一個極音速導彈大國俱樂部行列 然後就在這個時間點 印度的通訊部長直接說 已經有8家的蘋果工廠直接移到印度 從印度出貨 印度如果戰爭再打下去 會不會明年事實上是有80家蘋果供應鏈呢 同一時間全球還追蹤 中國這兩天發射了一個長針火箭 可是影片曝光歪柔了 那為什麼會歪柔 這樣的歪柔到底是不是跟半導體晶片的封殺有關係 半導體晶片決定了產業科技民生消費跟軍事國安 這背後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的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台大醫師李彬儀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透視中國研究員 同事是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國際法專家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財經專家王宇龍 大家好 好我們先看川普公開記者會揚言不惜跟中國全面脫鉤 這樣做得到 中國也很足貪 但是他們賺賺 你知道為他們賺賺 因為他們知道我沒膙 那是為他們賺賺 做得到的 國際法官能 現在的功能 我會晃一下中國 我們會消耗 还是 weaken抗争烈日间一定有没有销售 遭建那 ط lipids给 Η美国贮助 带女表提供 Rou米国土有美国贮助 有弟们专闭 confusing 好 老王刚看到的是 川普在今天的美国劳动日的记者会 这一度宣示 这个制造业回美国的公开讨论跟政策 而且扬言 欧收行在中国的这些还会加高关税 那不惜跟中国经济全面脱钩 对 劳动节 当然是要优先要对劳动喊话 他主要提出几个数据 我觉得都非常漂亮 像他说这个光是八月还是九月 单月的就业人数就增加160万 是成长了10% 那另外他还提到这个 因为疫情造成的冲击 这整个当时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失业率 可能到年底会冲到这个10% 他还提出了数据告诉大家说 到年底失业率会比你想象中的低很多 所以你可以发现 整个美国的经济 在这个所谓的FMG带动之下 整体来上是有上量 而且他还提醒大家提醒到一个数字说 新冠疫情造成冲击 不管是一整周的平均案例 或者是死亡率 都已经远远低于当初最严重的情况 所以他告诉大家 就是告诉劳工说 你们用心在做 然后用心在做 你们这个资源的 你们的就业机会 我会帮你争取 另外我要打击中国 因为中国什么 因为拜登 如果你们选给拜登 拜登就是中国的傀儡 他还说他拜登的伙伴 他是国会里面最左的 他其实要抨击说 如果你选给了拜登 你会让中国伟大 让中国伟大之后 你的工作机会就会被剥去 因为企业就去留在中国就好 所以一直扣这个 劳动节就对老公喊话 所以你要选给我 我会让你的工作机会增加 这主要昨天在讲到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川普还说 不管之后是要脱钩 还是要对中国加税 反正我的最后终结 我的第二任的最大目标 事实上第一任你在做 我第二任最大目标 就是要中国对终结 对中国的依赖 他说我用很多方法 比如说你企业要回来 你企业要回来 然后比如说你不能让 我刚才提到了拜登当选等等 我觉得都是 昨天川普里面 在谈话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他也告诉大家 要么未来就走向脱钩 要么我就不断的客观 所以让你这些企业回来 但我要再讲一点 他过去就告诉那些 美国企业说 你一定要回来 你现在不回来 你等选后 我就来秋后算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 那其实川普讲这种话 我们看到近期 有外媒 这研究机构 就发表了一份报告 告诉大家说 过去 曾经对这个中国 悲躬屈膝 我们就如果想白话一点 叫跪舔的地区 一些企业 着重在这张图上面 红色的 红色的地方 我仔细看 我们台湾好像在那里面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台商 也在中国过生意 在中国做生意 本来就要听中国的 你可以看到 北美那一等块 几乎都是要跪舔的 所以川普为什么 现在会不断做这个动作 就是他希望 可以把这样子过去 长久以来 跪舔的这个情况 再从美国本身开始做起 这是重要的图片 那已经可以看到 有一些国家开始不跪舔了 其中我们这个节目 谈很多次的 叫做印度 印度现在等于是 中共民争暗抢 已经干得起来了 目的非常凶 那昨天通讯部长 出来讲话 你要注意 我们之前跟关键有讨论过 印度的很多新闻 很多消息 都是他们自己官方出来讲的 都不是媒体揭露的 所以我们讲的 都是有评有据 他们通讯部长 自己出来讲 有八家苹果的工厂 已经搬移到印度了 但你不用想太多 这八家 很多都是我们台厂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 都是鸿海伪创合作这些 对 光这些就很大家 因为我们台商 本来就是鸿海 组装供应链 本来就是 苹果组装供应链的 最大的一个中心 那你可以看到 印度正在多取这个 而且印度最近 在放出的消息 就告诉大家 不是小咖的企业来印度 都是大咖的 你知道2014年的 2014年的时候 整个印度 全国只有两家手机厂 到现在已经220家了 开个玩笑 如果像刚才刚才讲 如果印度再强悍一点 明年2400家 都不是个奇怪 红海这种 或者伪创合作这种 是大咖组装厂 它有很多中小型供应链 会跟着大咖一起走 会形成聚落 三星也要去 三星也有供应链 而且苹果 我一直想到是苹果市占 在印度一直卖的不好 就是非常非常低 如果印度 苹果有机会打开 在印度的市占 那我觉得 这个所谓苹果供应链 不会是只有组装厂去 未来很多周边 也都跟着过去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是印度大迁徙 2000年之后 我见证了中国大迁徙 最后一波到中国大量投资的 就是台湾的电子五哥 然后你就每天看到新闻说 电子五哥哪里设新厂 然后呢 这一个长江三角洲设完之后 他们往内地走 所以他们走到重庆 那他们当中有一些人 当时还宣传 他们跟薄熙来的关系多好 他们从重庆将来出货 直接到这个欧洲的市场去 那现在变成是印度大迁徙 什么前面帮你开铁路 前面还开公路 现在印度就这样 你要土地给土地 要水给你水 那不只只有苹果 不只只有苹果去印度 我们看到三星 三星也是一直 我们追踪的国际大厂 我们现在讲的是国际大厂 他也在撤出中国生产年 可是过去的时间去 从2018年来 事实上他过去三星 在中国很多的制造工厂 也有很多研发部门 可是在这几年 从2018年不断的撤出 包括他最新 昨天已经宣布 他要关闭他在天津里面的 那个家电工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手机部门 原本那些家电的电视萤幕 都还留在中国 是手机先撤 现在是连家电的 还有这些一般的部门 电视部门 家电部门 也全部都要离开这个中国 现在在目前 以三星的布局 在中国只剩下两家工厂 所以我认为 三星这个搬迁的动作 就会持续 那他不只是往 这个我们上次有谈过越南 他也往印度去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大迁徙 那回过来看 印度为什么要做这样子 为什么他要跟中国披抵 因为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这是 2019年的人力的薪资的成长 印度是排名第一的 就是说他薪资本来就很低 印度这边 可是外来的 外资会给钱 外资薪水本来就给的比较高 所以他会大量的促进 本地劳工的薪水的成长 2020外媒的预测 研究机构预测 也会是排名全球第一名 第一名印度 第二名越南 第三名印尼 都是中国跌倒 他们吃到饱 就是我们刚才常讲 东南亚或是所谓的南亚 所以你说印度要不要 继续争取这块 当然要 所以印度未来这一块 会继续在争取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谈到 这个川普要打抖音 为什么要谈抖音 为什么要打抖音 因为八月公布 最新的这个APP的营收 你看抖音还是第一名 你禁止他了 他是还没有完全禁止 抖音超过YouTube 对啊 他一直都超过YouTube 他非常厉害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析 他营收 营收占比第一名 其实除了中国以外 排名前几名的第二名 就是美国 所以为什么川普要打击他 因为曾经抖音阿嬷 就用这个来 反击川普的竞选晚会 所以川普把他放在心上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抖音的壮大 有很部分是来自美国贡献 所以为什么在9月15 大家可以注意 这是Day9 川普会不会做出什么动作 那这我们可以看到 美中的对者 这个等一下可能会谈 这个中国已经宣布 我要对你这些外媒 因为你牵制我外媒 那我也限制你外媒 我随时可以不发给你 访问的签证 请你注意 那中国也反击说 你所谓的进网计划 对我们也来反击你 我们有所谓的 全球资安标准 这不是只有你那一套 我们也会一套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一个地球两套标准 真的 那同一时间 我请教一下陈恩 刚刚看到的是川普 在这个美国劳动日的 公开记者会 那扬言全面跟中国脱钩 然后再度攻击拜登的 这个中国的战略 他说拜登是中国的傀儡 这一次美国的媒体 一方面追踪拜登的儿子 在中国发大财 另外一方面 就连他的搭档 贺锦丽的老公 也发中国财 没错 其实美国媒体 正在体检拜登跟民主党 那么也是 所以这个选举跟台湾很像 当年连圣文也是被 盯说两岸大发财 其实是一个路线的之争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什么是虚什么是实 川普攻击拜登说 你是made in China 然后你如果当选的话 中国最高兴 然后美国会完蛋 然后川普 那个拜登反击说 你没有监国达赖喇嘛 到底谁是虚谁是实 我们来看一下 体检拜登的结果是什么 纽约时报 9月6号有一篇长文 三个专栏作家和谐的 摊开来体检拜登 先是说拜登的来时路 就是他在 这个47年的 这个华府生涯中间 他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改变 他怎么忽然变成对中间 中国是强硬的呢 他如果改变 他是为什么 然后他如果改变 他会不会受到民主党内的牵制 这是他三个弱点 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个 他的历史 第一个是卓士经飞 1979年的时候 拜登刚进入参议员 他就去过中国 而且见过邓小平 然后他当时非常新鲜 非常兴奋 觉得邓小平那时候 正好要用改革开放来 带动中国的经济 然后他就说 我们乐见我们乐见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 我们认为这个对世界是一个证书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科林顿时代的时候 讨论就是说 是不是给中国一个永久的 最惠国的待遇 拜登是支持的 2001年的时候 关于这个中国是不是进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拜登也是支持的 当时拜登作为这个参议院的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带团去见江泽民 而且还去了北戴河 然后就在谈这件事情 谈各个双边的议题 包括中国也没有遵守 他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 不外泄的这个承诺 包括香港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 包括人权问题 还有包括贸易问题 当时拜登就对着记者说 我们乐见一个 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的 然后能够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 然后能够逐步转变的一个中国 他回来也是认为说 这次的收获非常非常丰盛 也就是说我们体检上看来说 他其实是一向是倾向 用贸易的途径开放中国 然后改变中国的 然后呢 当他做副总统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当时习近平要掌权 就在大概11年到12年之间的时候 其实拜登跟习近平见过八次面 然后美国政府是派拜登去 探一探习近平这个人的底 然后他对习近平认为说 他是一个稳定的一个领导者 13年的时候他率团 就是这张照片 他率团去访问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中间 习近平用军理来迎接他 那么他们谈的问题也是 当时是北韩的问题 因为当时美国人希望说 透过中国的合作 能够抑制北韩的这个核武的发展 然后呢 但是拜登的 现在受到质疑就是说 当时对于习近平的预期 认为说他是一个可以期待的领袖 但是都没有预料到习近平 后来会变成一个极端极权 用数位去监控人民 在新疆在香港 做这些事情的领袖 所以他的政治判断是否正确 这是他的来时路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张 最近拜登变成 因为选举的时候 然后呢 美国有73%的选民 是对中国是没有好感 这是15年的最高 所以拜登也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对中强硬的人 他甚至说攻击川普 说他没有接见达拉玛 等等 到底是真还是假 然后我们必须要审视说 他的防御 他说呢 川普一直攻击 我是建制派 可是过去这些对中国的政策 我们现在认为失败的 然后我现在也认为失败 但是是两党的共业 不是我们民主党一党造成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合作 美国跟中国 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面向 比如说气候变迁 比如说这个武器管制 核不扩散 或是北韩问题等等 所以民主党跟共和党不同 他希望透过多边的机制 然后能够促进合作 但是他也希望说 我们要挡住中国的侵略 跟我们要挡住中国 对我们的竞争 是让我们美国强大起来 其实他有一部分 跟川普的政策也是一样 我们最后看一下两个指责 一个是拜登的儿子 在中国做生意 等一下 在中国发大财的部分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中国的网友跟环球时报 讨论为什么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 然而中国最强大的全世界的敌人 是老美 这一次川普的谈话 不仅仅在内部的选战 攻击中国拜登 美国媒体还追踪拜登的儿子 跟他的搭档贺锦丽的老公 都发中国财 另外一个核心攻防的经济议题 仍然是贸易议题 我们看一下片段 接着我们 继续返回到 不过敌人的金融 通过我们的美国的政策 我们会发生新的偲动 入战法 帮助我们的财务 我们会会将决定的财务 非常稳定 我们回到增加并运动 我们有很大的增长 直到我们被碰到中国人 我们继续维持续运动 我们继续续维持续绽一流动 我们继续续维持续续续组 我们知道 我们三个月 我们从三个月 我们是正确的做法冠워요 inequalities than any other administration no matter how long, no matter what period of time you're talking about we'll enact fair trade deals and we're working on seven major fair trade deals right now and when I say fair, fair to our country because our country was ripped off by every nation friend, foe, it didn't matter every nation was ripping us off at a level that t's just unbelievable to be honest we're going to be expanding opportunity zones and we will keep that going it's been a tremendous a tremendous program i want to thank senator scott south carolina for coming up with that whole concept because he came up and i liked it right away and it was it's really turned out to be a tremendous thing especially for african-americans hispanic americans we'll continue to unleash american energy we'r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and we're totally energy independent right now and in twenty twenty one we'll create ten million jobs at least in the first ten months 好常儿刚刚看到的是川普对于贸易的这个谈话 因为长年以来美国事实上是承受一个大量的大额的贸易逆差 而且这个贸易赤字事实上是长期恶化的 那他认为这里头不公平贸易当中有很多美国的就业机会被牺牲了 所以中国议题跟中国发大财变成美国选战攻防的核心焦点 包含拜登的儿子跟贺锦丽的老公都遭受到这样的攻击 川普跟他的鹰派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中国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所以现在要把他带回来但是民主党是说我们还跟中国有合作的机会 其中呢还有人的批评包括呢对拜登儿子的质疑 因为拜登儿子其实作为这个董事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公司叫做渤海华美公司 然后呢就川普就指责说他其实在中间有有盈利 他跟中国是有利益牵扯的 他不但如此还做一个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这个投资人 然后呢拜登儿子为了叫做杭特拜登 他为了撇清也为他父亲的选情就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的所有职务 然后他也相信说他们是清白的 另外一个受到质疑是拜登的搭档贺锦丽 贺锦丽现在是加州的参议员 那他的先生叫任德龙他服务的公司叫做欧华的律师事务所 其实这个公司三十年来都为中国服务 为了中国服务而且是为中国投资部 专门一个中国投资部来服务 他的一个大客户就是中国的招商局 不但如此还在欧洲美国都为中国招商局有开办公室 让中国可以推行他的一带一路 其中的法律顾问就是这个欧华事务所所提供的 所以很多中国的跨国企业的法律的这一个财 都是这一个贺锦丽老公主导的事务所 所以拜登就指责他说 如果拜登贺锦丽当选的话 他的老公这个关系会被中国利用 而且他的老公这样子做这些事情是有利益冲突的 那么这个欧华律师事务所不但如此 不但为中国的招商局服务 而且他还聘中国的人 比如说他有一个部门的主管是国际仲裁的部门主管 叫做杨大明的 其实他后来成为中国的政委 然后有一个叫赵金的是这个顾问 然后他后来呢 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的会长 然后他还聘了一个叫做刘果来的 他是抖音的这个投资人 然后他的顾问 他的顾问叫做有一个James Phillips 他也是澳洲驻中国驻澳洲大使的顾问 所以他们中间有人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 所以现在白宫跟美国国务院的团队 还想要封杀抖音 可是如果拜登跟贺锦丽当家 他们杀不杀抖音 他们中间就有相当多的利益的联系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贺锦丽团队来做澄清 那我们做个总结 就长久以来 拜登的来时路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乐见中国的发展 这个是他需要解释的 那么在合作的大旗之下 还有很多的死角需要摊开来检视 相对来说 川普的团队就是鹰派是觉醒 不再相信中国的政权要跟他脱钩 好 汪浩道哥 这里头很有意思的是 美国这场选举 这个台湾的观众朋友 现在来看都会觉得事成相似 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九月份 可是去年这个时间点 台湾这一场选举的总统大选当中 中国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核心 然后再来 跟中国的经济依存度 长期以来也是台湾讨论 国家安全的这个核心考量 然后紧接着 在中国发大财的台湾政治人物 事实上每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 也会备受攻击 然后所以我们观察到 拜登的儿子贺锦丽的老公 那专做中国生意 而且是相当特殊的生意 贺锦丽的老公 这个生意非常非常特殊 因为他主要的服务业者是相当多 中国的国企甚或包含招商局 所以他也变成选举攻防的核心焦点议题 你怎么看 贺锦丽老公 他因为在一家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担任这个合伙人 那美国这家律师事务所 确实是比较长期的做中国企业的 法律顾问 所以这个你可以举出一大堆 他可能给上百家中国公司提供服务 那他这个合伙人中间 也有很多人 同时也是中国的头面人物 他这里面提到有合伙人 是这个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老公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企业 也有业务上的往来 这个我一点不会惊讶 至于他个人 贺锦丽本身当然也是 因为他当初在旧金山竞选 这个检察官的职务的时候 也是受到了当地的华裔社团的强烈支持 所以他才起了贺锦丽这样一个中文名字 所以这个贺锦丽等于是他和他的先生 都是跟 相当亲中 相当跟中国的社团和中资的企业 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和关系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这一点 那拜登的话 他的这个个人的历史 因为他整个在美国参议院当议员 有将近40年 然后他又是做了奥巴马的副总统 那在奥巴马当总统时期 曾经指定拜登是负责对中国关系的 所以特别他有去中国访问 当时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拜登特别去中国访问 跟习近平交往 后来又邀请习近平 以这个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来美国访问 然后又是拜登全程陪同习近平在美国 所以拜登跟习近平关系是蛮好的 那他的这个 因为他在以副总统的身份 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也是带着他儿子去的 那回来以后他儿子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由中国银行支持的基金的董事的身份 那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 那我觉得总体来说 从过去50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从尼克森总统开始 这个上海公报 那是由共和党来这个破冰的 但是在这后面的几任的民主党的政府 从卡特总统是民主党的 克林顿总统把中国带进WTO 他是民主党的 然后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是民主党的 这个包括拜登跟这个习近平建立友好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卡特总统以后的这几任 民主党的总统跟中国的关系都是非常友好的 那他们都是一直是非常支持美国过去50年的 所谓拥抱熊猫的政策 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是不是民主党现在总体来说 也在跟共和党一样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 过去50年对华政策的失败 要做一个总体的政策的调整 我觉得还是应该拭目以待的 因为确实是从过去两三年的角度来讲 民主党在国会里面 对于所有跟中国台湾牵涉到的香港西藏新疆的各种人权的法案 民主党也都是一致支持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 民主党也确实在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但是拜登自己个人在这方面 确实没有体现出他的领导性 他们从来在对中国的政策的发言方面 是非常的鸽派的 非常的不强硬的 非常柔软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 大家对他的 如果当选总统以后 对中国政策 特别是他跟贺利景两个家族 都有个人利益在里面 这种担心和忧虑是有道理的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美国内部总统大选剩下关键倒数56天 那川普扬言跟中国全面脱钩的同时呢 环球时报跟中国网友不断讨论的是 怎么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 好 明老师 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中国党媒放出来最新的 中国抗议的公开谈话的画面 然而现在全球的局势来讲 连环球时报都讨论 为什么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 对 我们先说一下 环球时报的背景 环球时报是这个 人民日报底下附属的 然后他们发行的 这个一份报纸 当然现在有了网站 环球时报他立场 过去认为说比较左 比较激进 也就是人民日报在我们看起来 已经很左了对不对 但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还需要说 再分化出来 就有些话我们作为国家 过于这个党媒不太好说的话呢 我们把它摆到环球时报上去讲 所以环球时报 在中国大陆这个文宣光谱上呢 是扮演一个更左 更激进 更民族主义的角色 那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呢 大家看他讲的话呢 就不很奇怪了 他说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 一方面就是 他讲的比较左 二方面就是他的确某种程度反映了中国大陆里面 一部分人 甚至相当一部分当官人的看法 好那如果是事实的话 当然也差不多接近事实了 如果是事实的话 那我们都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玩了这么久 我不是说我们的朋友满天下吗 为什么玩到现在变成说 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 你自己造成的呀 你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面 你采取那种镇压的态度 全世界跟你说 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 就你还做下去 大家觉得说 你在价值观上 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去年在讲香港问题 我们就说 当习近平决定说 我要这样对香港的时候 他已经跟全世界宣告说 我是站在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的对立面上 那如果国际的主流的价值观是这样 然后你选择那样的话 那人家那样看你第一不觉得奇怪 而且香港的议题还在恶化 昨天网路上不断流传一个画面 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子是路过 她被这个武警强势的这一个镇压 那个手段也是非常让人惊讶 她是这样的 她是哥哥带她出去买颜料 因为开学了 要开学了 然后去买颜料 大概是准备那个什么美劳客之类的 这个小女孩 然后她只是要买东西 结果突然一堆警察要抓她 她吓死了 然后就把她拖在地上打 那这个小孩才12岁 他只是去文具店要买东西 他哥哥也去买东西 而且他束手空拳 他事实上没有任何武器 没有任何抗争 你看他 他突然被追渣 就是他突然被武警盯上 追捕 对 他哥哥也被抓了 所以我们就说 第一呢 香港问题呢 已经违背了这个国际上文明社会的标准 如果说你在上面说 那我做错了 然后我指责香港政府 我退回来 大家觉得说 散漠大烟 可是现在大家看的是 你不断地收紧 不断地收紧 不断地收紧 所以大家有很大的怀疑 好 这样抓了多少人呢 抓了300人左右 那我们会觉得说 你事情搞得很荒唐了 乱七八糟 大家想想看 中共怎么看这事情 中共觉得我是成功的 你看过去动不动 就几万人 或者几千人上街 甚至几十万人上 百万人上街 现在你看看 才几百人上街 或上千人上街 所以我的香港国安法 是成功的 我成功地 嚇阻了这么多人 不再上街了 这是他们的看法 好 那当时我也讲过说 请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 因为中共不推国安法 一旦推出来之后 一定会大力镇压 为什么呢 反正走到这一步了 反正撕破脸了 我跟国际也撕破脸了 我跟香港也撕破脸了 所以我就要镇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我推出了国安法 我不认真去落实的话 你们觉得我是软脚虾 中共的个性就是 除非碰到更强的主力 否则一般来说不后退的 所以我能够压 我一定压 我能够打下去 我一定打下去 那么既然我推出了国安法 如果在香港一开头呢 首战失利的话 那这个国安法就不用完了 所以中共逻辑就是 我一定要强行去镇压 强行落实国安法 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过去讲 我说这个习近平对香港 有四大担心 其中有个很核心的担心 就是他老是担心 反对习近平的人 拿香港当做个基地 去反对他 他现在看起来 他越来越觉得 这个猜测 或者怀疑是对的 是真的 因为你看 怎么会突然间 就跑出几百万人 反对我呢 你说美国人 或英国人这边 三洞谈谈谈说 我觉得他们也晓得说 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说 有中国人 或者有党内的什么人 利用他们的这个基础 在那边搞鬼 那是绝对有可能 所以在中共的逻辑来说 就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然后宁可错杀一万 不愿放过一千 好那明老师 香港恶化的同时 今天事实上传出来 中印边境 这个45年来 第一次开枪开火 最近大家看到说 好像双方都在增并 双方调门都在提高 然后有人就拿说 那这个中印的这个地方 发生冲突 然后南海地方呢 中美在对峙 好像两边都会打起来 所以大家很担心说 这两边是不是都会打起来 你刚刚这边不是讲说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吗 现在美国是中国的敌人 印度是中国的敌人 那会不会打起来呢 我的判断是 中印的战争也好 中美的南海战争也好 真正爆发战争几率 应该都很小 应该都很小 如果勉强要比较的话 我认为中印之间爆发战争几率 稍微大一点点 逻辑很简单 逻辑就是我们仔细观察了 国际关系史之后 我们发现 从1945年 人类发明了原子弹 49年发明核子弹之后 永和国家会跟不永和国家打仗 然后非和国家之间会打仗 但是两个永和国家 直接爆发战争呢 除了1999年的印度跟巴基斯坦之外 其他都没有发生过 美国永和之后呢 跟苏联呢 都是打代理战争 或者就是我们遮着脸进去 然后假装偷偷打 但是呢 不真正打 然后心照不宣 然后大部分是用代理人去打 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次是双方所望都未有核弹 双方在威胁的情况下 号称把使用核子武器的 这个先发权呢 给了第一线的指挥官 可是没有真的用 他只是这样讲罢了 但话一讲出来呢 全世界吓坏了 美国立刻派了国务卿 到现场去调停 然后双方就后退了 简单说就是 当你拥有核子武器的时候呢 你会明白核子武器的杀伤力 所以你不太敢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上一次的中印冲突 大部分什么呢 拳脚交加 然后棍棒 然后石头什么等等 基本上不用枪炮 当然这两天 我们看到说 号称说开枪了 所以大家在怕什么呢 大家在怕说 一旦开枪 就是一旦这个热兵器使用之后呢 将来会恶性螺旋上升 这是大家害怕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 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 要么就双方很快会谈判 要么双方很快后退 要么双方就是心照不宣的演一场戏 演一演了就过去了 好 这是中印的部分 那么美中的部分呢 会比较复杂 现在大家看到说 美中呢 好像摩擦比较激烈 对抗比较激烈 是南海 我们看见了 军机出来了 军船出来了 潜舰出来了 航母出来了 然后中共发射了弹道飞弹 这些区域去 所以它性质跟中印这边 是不一样的 当然就是中共在发射 这飞弹的时候呢 它一定算得非常准 我不会打到 美国船团集结的附近 一定比非常非常远 但是呢 我的意思也说清楚了 让你知道我生气了 同时呢 我对那也有一个 宣传的口试说 你看美国在那边演习 结果我要发飞弹去 然后它离开 还一定会这样讲 虽然美国怎么说 那是因为晚会的事情 但中共不需要一个 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点 好 所以我不是说 美国跟中共在南海呢 爆发冲突是完全不可能 我说爆发大战几率 非常非常小 最多最多是一种意外的冲突 打掉不小心打到个飞机 打到个船或打上飞机打上船 那么目的在哪里呢 双方都有 应该说三方 中国也好 印度也好 美国也好 三方都有内部的需求 都有内政的需求 大家三方配合演戏 演得好了 双方回去内部去得分 但外面呢 基本上不伤和气 看起来健保弩张呢 其实没有大碍 那对习近平来说呢 我正好利用这机会呢 化解大家对我的敌意 你看这么多人对付我们呢 都非常危险 所以大家要团结 在党中央的周围 团结在我的周围 然后同时我可以拿来 清晰反对派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 中国传出来长征火箭的 这一个试射 歪楼爆炸了 那反倒是 印度成功 秀热极因素的导弹 对我们看到先前 陆陆续介绍 包含这个美国 俄罗斯 中国都在发展 所谓的这一个高超音速武器 那现在印度成为 全球第四个国家 也应该是 算是一个成功的研发 所谓高超音速的导弹 但它这一次曝光的 一个讯息比较少 一般来讲 它大概就是用 所谓的超燃 这个冲压发动机的 一个模式 那跟解放军 或者是美军 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滑翔弹体 就HGV不太一样 这一型是属于HCV 那这样的一个 超燃冲压发动机 的一个技术 事实上我们在观察 非常有可能是来自 俄罗斯的一个 技术上面的一个援助 才有可能研发成功 那特别是因为 事实上印度过去 我们都不能小看 印度的一个军力 印度过去有一型叫 布拉姆斯的一个 超音速反舰飞弹 事实上 它是在全球过去来讲 最早本来只有 过去的一个 俄罗斯有SSN22 这样的一个 大型的超音速反舰飞弹 那后来协助 印度研发成功 那研发出 所谓的布拉姆斯 这样的一个超音速 反舰飞弹 它过去来讲 本来它的速度 就可以高达 3到4马赫 那除了建设型之外 另外它还可以 进行空射 那这样的飞弹 甚至可以 携带核子弹头 所以过去本来 就是印度对中国的 一个核子威责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杀手舰 那甚至这个布拉姆斯的超音速反舰飞弹 它还在我们国军 我们熊山超音速反舰飞弹 发研发之前 只是说后来我们是 等于全球第三个国家 我们的弹体又更小 技术是比它更强 那这一次它应该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超软冲压 发动机去研发 然后这个这一次搭载 它是讲说 外界是讲说 这叫一个演示机 那是不是飞弹本身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应该是已经算是 研发测试成功 未来应该很快的 有可能让印度 有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武器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 除了这样的一个装备之外 印度近期还要再打 四到六枚的军事卫星 所以它的很多的 跟中国的军事的角力的动作 是非常频繁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事实上中国近期 有很多的在太空上面的 太空战的作为 那特别是先前除了 它的这个北斗三代卫星 是用这种所谓定位 导引之用之外 近期它在发射一型 叫高峰11号02卫星 那它的这一个 长征4B的一个 等于运载火箭 搭载了这一个卫星 算是成功的送入轨道之后 不过它的一个 推进器的长海 在500公里之外 被拍到直接坠毁到这个地面 那导致地面上有一些 可能建筑物的一个损毁 那外界也直言说 奇怪为什么经常 前一阵子才发生而已 东风26的这个导弹 同样的它有火箭推进器 然后砸到这一个 同样的这一个地面上 那为什么经常 有类似的一个状况发生 我们在一般认为说 基本上像这样的一个 火箭推进器 它在弹道发射的一个位置 基本应该是可以正确的 预估它的一个这个 这个着落点 那为什么会掉到这个民宅 或者什么砸到其他地方 表示这个中间的技术 还有一些问题 和也许外界推测的 譬如说跟美方的 晶片管制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都值得怀疑 但是要值得重视 说它的这一次发射 这卫星事实上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的高分系列 包含先前有高分九型 都是属于 这一个表面上 是用这个摇册卫星 好像在做一个国土的一个 影像的一个侦测 好像表面上用防灾的名义 去这一个打造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军事的间谍卫星 所以近期你看到 北京的智库 频频在发布这个美军的 不管是航母也好 或者是像今天 连这个日本的日向级的 这样的一个两栖舰 都会拍到 都有可能是跟这些 新型的一个摇册卫星 陆陆续续上 送上太空轨道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 也表示解放军 在这个部分 对美国是有产生 一定的一个威胁 那后面有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说刚刚谈到 就是说胡锡进 环球时报总编辑在讲 说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 是严重错觉 这个事情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这个胡锡进事实上 的确 这个如果他要讲说 是严重错觉 事实应该是 中国是全世界的敌人 反过来讲 那才是可能是真相 他想要表达可能是这个 所以我们经常来讲说 胡锡进 他是朱队友 甚至这一次 他针对网民 这个质疑说 为什么中国到处都被指责 为什么国际舆论 对中国不利 为什么中国前所未见的孤立 他本来是要回应 安抚这些中国的网民 结果他被中国网民 这个嘲讽 戏称他又去叼飞盘 而且叼得非常准确 那他中间讲的在讲 我觉得这一个很有意思 特别强调说 中国的外交格局 根本没有变化 那最多就是中美关系 然后最多再加上 五眼联盟 然后最多再加上 针对新疆香港问题 有二十几个国家 在联合国反对 然后最多就是西方社会 结果这么多的 最多加一加 几乎就是全世界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安慰 然后一个鸵鸟心态 这试图要这个安抚 中国内部的一个情绪 不过我们发现 中国的网民 在资讯封锁的情况之下 看的真相都要比胡锡进 还要清楚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川普在今天 美国劳动日的公开记者会 扬言全面跟中国经济脱钩 他还有一连串的 关税跟政策的 这一个手段的同时 川普还挂了一个保证 他说下个月十月份 美国制的疫苗会问世 而且他说非常安全有效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一个李批 所以美国十月份 提早问世的 很有可能是 紧急状况授权的 这样的处理吗 对我们通常你要保证说 疫苗安全有效 就是要完成第三期人体试验 第三期的试验就是会 有很多人参加这试验 然后我们要看疫苗 到底能够保护多少人 然后大规模接种以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反应 那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 你如果是要在 年底之前就开打的话 绝对是没有办法 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 当然里面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 政治上面的一个 助力在那边 要赶快上市 在还没有完成 完全的试验报告之前 那上市了以后 大家会不会打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国内在讨论说 台湾有疫苗的时候 要怎么打的时候 我有提示 我们的那个小组指挥中心 就是说你打了以后 大规模接种 那个一个新的疫苗 一定会带来 反疫苗的质疑 对 就是我们不打疫苗 你其实也常常会生病 这种这些生病 都会被讲世疫苗引起来的 我们2009到2010年 新型H1N1流感疫苗的一个 接种就受到很大的质疑 对 明明就是没有相关的 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那个民众民意代表 甚至是医生 他就说这个是可能跟疫苗相关 后来虽然我们用对照研究 健保资料库是确实证明 他没有关 可是那一年 我们台湾人口只有26%接种疫苗 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对所有人都是危害的 但是只有十分之一接种疫苗 那我呼应你一个数字 美国最新的民调 只有21%的人愿意接种疫苗 所以就算他疫苗安全有效 成功推出 他的普及率恐怕也不会短期拉高 对啊 因为那个就是 他里面可以有几个因素 一个就是说 媒体就一直报道 他还没有完成第三期 那民众娱力会更高 那我觉得说不喜欢川普的人 他也不想打疫苗 可能是这个样子 说不定有这种影响 那另外的就是 其实美国 欧洲国家 他们的反疫苗意识比我们高 主要是因为 以前他们有一些研究报告 像说以前有一个说 麻疹德国麻疹腺病 腺腺腺炎疫苗会引起自闭症 一个英国的研究 后来证明那个是一个 错误的一个论文 但是他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你看我们 那个欧美国家 很多国家 他的疫苗接种率不如台湾 接种率不够高的结果 会是什么呢 麻疹德国麻疹流行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有一阵子就是 从日本 从亚洲地区 甚至从美洲 都在大流行 这个大流行 还有百日可大流行 那这个台湾就是很好 台湾为什么很好呢 我们就没有麻疹流行 没有百日可流行 因为我们的接种率很高 为什么台湾的接种率特别高 我们卫生单位的努力 还有就是我们疫苗推动团体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功劳 我们一直在灌输 对疫苗正确的观念 好那我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所以以欧美现在的发展 首先第一个难关是 能否安全有效的疫苗 顺利的大规模的生产问世跟普及 第二个是一般民众的接受度 如果接受度只有两成 意味着这个疫情很有可能 能然持续失控 对有可能 但是我们也 我们就是希望的 就是说最风险高的人 就像我们台湾所建议的 三个优先族群 风险高的人 就是像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 还有就是有潜在极棒的人 还有就是跨国的商务人 那个跨国的商务旅客 可能我在想 就以后说不定 那个在疫苗开始出来的时候 跨国商务旅行 就是你有打疫苗证明的话 你可以考虑 不必居家检疫 会有这种事情 在那种情况之下 就有点 有点被动的一个 需要去打疫苗 你虽然有疫苗的疑虑 但是你必须打 才能够出国去 进行一些活动 这个是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订阅突破73万人了 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 推特特管上面 都有官方的账号 我们影片资料库上面 也有逼近6000个影片资料库 欢迎我们的粉丝朋友 分享 订阅 追踪 看好 看满 看到爆 有空顺便看广告 谢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哈喽 我是陈宁观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 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